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载质天下》由于阳为您播讲,请听第655集。 于坤啊,这个道理于兄也是明白,但如此分类总得有个缘故,有个由头。 为何要这样分?这样分类的道理是如何来的? 而且药材不仅仅是草木鱼虫鱼兽,还有金土水之鼠,丹沙水银,无根水,这些又如何归类啊? 苏宋跟韩刚交情匪浅,说起话来也不需要闭记,可以放心直言。 药材有生物和矿物之分,不过还是以草木为主,所以有本草之名,这是没话说的。 但到底要怎么分,要怎么规划来分,就是韩刚要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解释的,而韩刚也算是胸有成竹。 动物植物的划分,生物树的由来,不过是对草木重兽本质特征的归纳和分文别类。 比如,被子植物门下面的单子叶钢和双子叶钢,看看种子就可以明了了。 麦,稻,鼠,鼠,吃到嘴里都是一粒一粒的,发芽的时候也是单片叶子出来,而豆蔬一粒便是两半。 而这个柑橘的种子,剥开外皮也是两半。 韩刚就在桌上将一个温州柑橘剥开,弄了一粒种子出来,分开来给苏宋看。 这样的种子发芽的时候,便是这两半子叶先出来。 其实,只要将黄豆和稻子泡在水里,一看就知道了。 韩刚喝了口茶,润了润喉咙,见苏宋宁神细听,便又继续说道。 至于金土水之鼠,也有元素论在,比如绿帆,那是铁鼠,鸣帆,则是铜鼠,所以胆水练铜之后,就得到的是绿帆水。 至于单砂嘛,乃是水银鼠,炼制水银,便少不了单砂,而用硫磺对水银,便能生成单砂。 可见,其实质上,是刘拱旗。 韩刚是想将生物学暂时纳入其中,将药材的原材料给分文别类,不过顺便将化学的元素论掺入其中,也是一桩好事。 苏宋沉吟了许久之后,轻轻点了点头,但很快他又质疑起来。 只是玉坤你将动物、植物以门缸、木科、鼠种六个等级来划分,一层层的分类下去,是不是太多了一点? 天地万物,就算只将其中一层给编木烤定下来,都不是几十年就能完成的事。 玉坤这么做未免有些贪大了。 分其类属,明其原流,使世人不至于为谬物所获,这是韩刚的本意。 不过,本草缸木是要点,也只需要将已经运用在方济中的药材给分类。 至于其他的动物、植物和矿物的分类,得等日后慢慢地来。 韩刚并没有打算一次就能进百年之功。 那样未免太资大了,韩刚自知非是圣贤,做不到这一点。 具体的细分类,韩刚虽然头疼,但只要将规则定下也就足够了。 来自于后世的记忆虽然都是粗浅,但那也是数百年无数人心血的结晶,其中的道理自要解说明白。 说服大部分人绝不会有问题,韩刚要做的就是提出原则展示范例,剩下的就让后人去补充。 而本草纲目这部要点正是韩刚要展示的范例。 苏颂垂着眼,细细想着韩刚的这一番话。 韩刚说的话苏颂当然明白,但韩刚的行尸作风他更明白,拿到表面上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。 就像他在福利追缘中所说的,福冰藏在水面下的部分,占到了九成。 韩刚真正的用心绝不仅仅是编撰要点这么简单,一时二鸟三鸟都是在他的计算之中,板甲飞船就是最好的例子。 苏颂抬起眼瞧着三尺外那当甜淡的微笑,却想着在这一微笑之下到底藏了多少心急。 韩玉坤所谋甚大。 杨时眉心紧皱,敢问先生,此言何解呀? 窗外夜风袭袭,已是近秋时解,白天的暑热被夜风一扫而空,不再像半个月前一样,到了夜间也依然闷热难耐。 秋天终于到了呀,成好从窗外的婆娑树影上将视线收了回来,看着房中的游座,杨时,谢良左,吕大林四人。 游杨谢三人要么紧锁着眉,要么一脸的疑惑,都想不透韩刚。 只有吕大林板着一张脸,一语不发。 语书最是了解韩玉坤脾性的。 成好引着吕大林说话,想必是了然于胸了。 吴君陆基的诗书 简称诗书的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》,出自东晋乌成令陆基之首,乃是研习诗经的主要著书之一,专门针对诗经中提到的动植物进行注解。 杨时和谢良左,好歹也是贯通武经的儒者,自是早已研习通透,但他们却不明白吕大林此言何意,与韩刚的图谋又有何干? 只有游坐身子一震,像是受到了启发,想到了答案。 将众弟子的神色收入眼中,成好喝得一声轻笑,看了看似乎已经明白过来的游坐。 游坐随即会议,对杨时和吕良左说道,不知钟立显道是否读过韩玉坤的《桂窗丛坛》呢? 当然,虽然是对立学派的著作,但也只有去研习才能揪出其中的破绽加以驳斥。 那其中的《明灵之子》一条呢? 啊?游坐出眼点破,杨时和谢良左顿时恍然大悟。 杨时一锤掌心,原来如此? 谢良左也诗声惊道,好个韩刚。 李大林沉着脸,韩刚的心思一贯的深沉难测,不等到他揭开谜底,很难看得清他的全部用意。 不过从过去他的形式上,倒也能猜出个五六分出来。 诗经中论极草木一百一十四种,鸟兽鱼虫六十种,鸣灵和果蝇可仅仅是其中之二啊。 吕大林声音沉甸甸的压着人的五脏六腑,韩刚一贯的喜欢釜底抽薪,起义编修要点也算是他惯用的手段。 王介福这一回尽自说,其中当多有齐续之力。 韩宇坤将格武置之的手段发挥到淋漓尽致,这一次也不会例外。 一直默不作声,盘膝静坐踏上的成仪忽然开口,但根本还是义。 诗书虽重,但论天地之本源,天道之理,毕竟都比不上义啊。 尤阳谢吕四弟子都点头称是,为了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学派之争, 二成这一回已经将他们对周易的诠释编转成书,名为《易传》,可是要与心学气学一争高下。 七月流火,南方星空接近地平线的大火星秀二,那星红的色泽在天幕上闪耀着不极的光芒。 在无月的夜空,天上的星辰仿佛亮了许多,平常被月光所掩盖的暗淡星辰,这个时候也一个一个地出现在了星空之中。 苏宋在得到千里径的这一年里,早养成了夜半观星的习惯,与同僚的交际往来,减少到最低的限度上。 透过千里径,观察着千万甚至亿万里的星辰,寻找星辰轨迹变化的规律,这是苏宋如今最大的乐趣。 从韩刚书房敞开的窗户中,依然可以看到天上的万点繁星。 多宝阁上也有着几架千里径和显微径,但苏宋却将注意力放在房内,放在韩刚说的话上。 不比在太常寺衙门那里需要防人耳目,在私家的书房中,出几之口,入人之耳,就可以畅所直言。 韩刚图穷彼剑,一点点地将自己的真实目的坦诚地告知给苏宋。 古人并不是一定是对的,比如明灵易子的谬误,如今是改了,但浮草化营的谬误,千百年来却无一人指证。 烛光之下,韩刚拿出了一个悲战大小的玻璃透明瓶,瓶中有湿土,有草叶,而在草叶上还趴着几只飞虫。 再仔细一点看,还能看到瓶底中还有几只毛虫状的黑色爬虫。 若是在平日里,苏宋多会嘲笑一下韩刚的奢侈,拿着价值几十罐的玻璃瓶子养虫子,但眼下他便无暇去做这样的闲事。 韩刚既然说,浮草化营是谬误,那么瓶中的自然是萤火虫。 结果韩刚移兵递过来的放大镜,苏宋郑重仔细地观察起瓶中的飞虫和爬虫来。 这可是非同小可的话题,就跟当初韩刚指出明灵之子的错误一样,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。 明灵之子的典故是出自于诗经、小雅、小院。 明灵有子,果银复之。 韩刚当初在《桂窗丛坛》中详细地阐述了果蝇为幼虫捕食鸣灵的过程, 看起来不过是纠正了一个常识性的谬误, 但实际上却是将过去所有对诗经的示意硬生生地捅了一道。 有许多人想驳斥韩刚,但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实证,证明了韩刚的正确。 圣人是不会错的,所以错的便是示意。 从最早的毛诗正简到如今各家学派,每一家都是将小院中这一句解释成果蝇收明灵为义子, 而韩刚便证明了这一条示意的错误。 在辩论中,只要揪住言辞上的一项错漏不放,权力公之, 往往便能让对手丢盔弃甲,溃不成军。 而当一部著书中出现了问题, 哪怕只有那么一点儿,就完全可以由此来推及其余, 质疑其他诸多事意的可信性。 韩刚就是这么做的, 而他也的确让无人敢在他面前谈论诗经的赚注, 有一点必须要知道, 作为心学的根本三经心意中, 可就有一本著书诗经的诗意。 眼下浮草化营一节, 出自礼记, 鉴于阅令, 一旦韩刚将之证明是错误, 那么接下来他去质疑礼记中的正确性, 也就是顺理成章。 在《明灵有子,果营复之》的前面, 上有一句, 中原有树, 熟民采之。 中原熟民采食熟豆, 那么由此意来隐身, 明灵有子, 果营复之的本意, 就是果营捕捉明灵之子而已, 只要将复, 另外给个吃, 或者是储存的事意就行了。 但礼记阅令中的条目, 就完全没有办法用另外一种事意来搪塞了, 要么是韩刚错了, 要么就是礼记错了。 吹熄了房中的灯火, 韩刚拿出来的小瓶中的萤火虫, 便在黑暗中开始闪烁出微微的荧光, 瓶底的几个毛虫状的爬虫, 也开始闪起了荧光。 下面的也是萤火虫。 苏宋惊讶起来, 他本以为小小的爬虫是萤火虫的食物。 这是萤火虫还没有画涌的幼虫, 不过子荣兄你也看到了, 就是幼虫也一样能发光啊。 韩刚向苏宋解释着, 顺手将瓶盖给打开, 感受到了外界新鲜的空气, 几点荧光立刻飞出瓶中, 在房中轻盈地飞舞着, 但残留在瓶中的草叶上, 仍有极其微弱, 却有可以辨认清楚的萤火。 这是萤火虫的卵, 同样在发光。 韩刚将瓶子举在半空中, 让苏宋的视线得以于虫卵的荧光平齐。 营产卵于草中, 从卵到若虫, 涌再到成虫都可以发光, 其变态类似于蚕, 所以蚕与营共属于昆虫岗。 韩刚将玻璃瓶递到苏宋的手中, 重新点起蜡烛, 让他拿着放大镜仔细查看。 六族身躯由环节组成, 通常有头、胸、腹三部分, 成虫头上有触角和腹眼。 什么叫腹眼? 用显微镜一看就知道了, 或者不用显微镜, 直接看蜻蜓, 多数有翅, 成长的时候, 多是从卵到弱虫, 再到成虫的变态。 这是昆虫岗成员的特征, 蚕、银、蚊、蜓、蜻蜓、蝴蝶、 都符合其中绝大部分。 故而皆属于昆虫岗, 而蜘蛛、蜈蚣同样有缓解, 但由于足多与昆虫相异, 各自别离一岗。 蜘蛛岗、多足岗, 同属于节肢动物们。 韩刚指了一下生物树上的相应枝亚, 蝦、蝎其实也被在下归于节肢动物们, 只是同样另属一缸, 甲壳岗。 韩刚说得很详细, 苏颂拿着玻璃瓶在手中转着, 沉吟不语。 同是有生有死, 但动物植物生死繁衍截然不同, 也不可能互相转化。 萤火虫从生到死, 只要仔细观察便能一清二楚, 其他昆虫无不如死。 也就是说, 只要明了昆虫本质, 就知道所谓浮草化营, 根本就是完完全全, 彻头彻尾的谬谈嘛。 是理计有错。 苏颂语调成语地说着, 有卵, 有幼虫还有橙虫, 一切都跟蚕类似, 这是由事实证明的观点, 比起浮草化营说, 当然更为可信。 但理计毕竟是经书啊, 对儒者来说, 质疑经书, 甚至更进一步说经书有错, 可是要越过极大的心理障碍。 也幸好理计非是孔子手笔, 而是西汉小代所编转, 故而名曰小代理计, 若是议论曲论语, 无论如何, 苏颂都过不了心理这一关。 在下一直都在说格物至之, 而不是格书至之, 那是因为书中多有错命, 要求于真, 本于实。 浮草化营乃是理计中的错谬之处, 小代四十九篇其中多有伪传, 由此可证, 其周理并称三理, 更是大错特错。 圣人是不会错的, 那么一旦文章错了, 肯定就不是出自圣人的传授。 虽然这条逻辑链, 其大前提从本质上是错的, 但在眼下这个时代, 圣人永远正确, 却是人人信之不疑的事实。 小代礼记四十九篇中, 有礼质、礼仪, 并解释仪礼, 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。 代圣做的仅仅是编转, 而他编转的四十九篇中, 哪些是真, 哪些是伪, 其实是难以分辨。 当东汉大儒正玄, 为其做了注解之后, 礼记的真伪便无人去怀疑了, 在唐十更是被裂入了九经, 直到韩刚出现。 韩刚盯着苏宋的手, 苏宋正下意识地转动着手上的玻璃瓶, 透明的瓶子咕噜咕噜地打着转, 折射出来的火光不停地晃动。 以众里手里的儒门中人的标准, 这样失态的行为是不应该有的。 苏宋的心在动摇, 韩刚编撰一点, 也许就是为了将所有经书中 与草木土石鸟兽有关的篇章 拿出来考证一番, 以艳明真伪。 以韩刚一点余见, 礼记之中, 也就大学中庸等数篇, 得了圣人本意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,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《载之天下》第655集,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《载之天下》第656集。